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琼芳 欢迎收看好宅敲敲门 有关于买卖房屋装潢的大小事 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得到 首先呢今天的房地产大人物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买卖凶宅 竟然也可以成为专门户 这是秉明水晋的房仲专员文艺夫 曾经经手许多的凶宅 多年来呢 他遇过各种光怪陆离的诡异现象 更把他的相关经验 在网络上面分享一炮而红 最后呢被各大节目邀请 大谈惊悚的经验 但其实呢 他以前读书的时候是理工男 听算命师的话 念了化学工程系 但当时的他却一点都不喜欢 退伍之后呢 是因为碰上了金融海啸 找不到工作才踏入房仲业 没想到呢 因此开启他人生另外一条 康重大道 当时会接触到这个案件 也算有缘分吧 因为 一般来找我卖房是活人 但是这个好像是死者自己找来了 他是房仲文艺夫 画面中带看的这间房子 不久前发生屋主亲身 文艺夫碰到被委托卖房 没想到现实生活中 屋主亲人也真的找上他 帮忙住戒 整个过程本来很害怕 到我最后也不怎么害怕的 不害怕然后 只知道他最后说了一句 那就拜托你了 麻烦你帮忙一下 然后我醒来之后 我就因为我会看手机 看现在几点 然后我就看了一个讯息 跳出来说 有一个物件 就是事故屋 就是因为文艺夫卖的房子 大多是凶宅事故屋 还因此有了凶宅专门户的称号 但是会有这样的头衔 要从14年前开始熟悉 因为我们家大部分 像我阿姨舅舅 包括我家里的亲戚 他们都有从事房地产 文艺夫是七年级生 大学念的科系 是命理师建议的化学工程 但他完全没有兴趣 退伍之后当起房仲 想起第一次接触凶宅 我第一次接触凶宅 其实那时候我是新人 其实我没有 对凶宅其实是没概念 然后因为那时候航行 他们不贵也很便宜 我就去接触到那个屋主 我跟他讲说 可不可以给我接房子一起卖 然后后来他有说 可以 但是他先给你讲 他说我的弟弟 屋主的弟弟 那时候因为因病的关系 在这个房子里面 有亲身上吊的行为 房价的折扣幅度让他相当意外 虽然房子后来不是他全交 但是隔了几年 那里因为都更打掉重建 房价翻了好几倍 接手的屋主等于捡到钱 让他对事故屋从此改观 我去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来 就有一个现象就是 我回来的时候 我的车上 一直都闻得到一股 就是湿臭味 你每踩一次刹车 就有个味道从后面飘过来 然后一个画面一种 我发现到最后是我躺在床上 我在体验那个 可能他在死亡的过程 然后因为那过程就是有一种 很不舒服的头痛感 就是头开始很痛 痛到我最后是我醒过来 我醒过来 我在喘着气 那一段时间其实我工作很不顺 所以包括各方面跟人际 还有情感方面其实都不太顺顺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抒发自己的情绪 那我的时候会逛 逛在PTT看一下大家写的故事是什么 那我也爱看鬼故事嘛 看完之后我就想说 我以前卖凶宅遇到的事情 分享给大家一起去参考 内容惊悚掀起热烈讨论 红道出版社找他出书 手刷1700本 一个月销售一空 对凶宅也越卖越有心得 以新城屋来说 事故会比市价低两成五到三成 当中又以火灾事故最严重 因为损耗情况可能会出现打对折 而老公寓则因为屋灵酒屋矿差 通常可以有五到六折 就有这么一群投资客不介意入手凶宅 常见做法是先低价俗足 现实问题就是租金 对 会反映在人家说胆势上面 因为当你穷到后头的时候 有时候这穷跟鬼比起来 有时候我想穷会比较可怕 也有这么一群人 因为预算考量会乘租 接下来就等待时间过去 等到房价慢慢回弹 就算只上一成到一成五 租金抵消房贷再转手卖出 还是有利可图 文艺福在这块市场成了专卖户 出租好像有个人要去一千块出租 要租三 要做什么 才要逼乡材 刚刚刚的事 事发在六号凌晨新北市树林 他是送去便宜才挡开的 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谁正 就我现在遇到的经验是 有些人他们说不算 被找上谈话性节目 成了房仲介 专卖凶宅的指标性人物 问他未来还要继续卖吗 我好像已经在船上下不了船了 没有就是 我不会去排斥卖凶宅 就是有人有需要 或是需要你想卖 或想要找客人接手的话 我会找人帮你接手 从原本百无禁忌到后来代看房 会带着护身符也听算命师的话 忌口不吃牛肉 在业界打响名声后 北中南都有事雇屋找上他帮忙卖 在竞争激烈的房市中 文艺夫经营出另一个独特市场 现代人晚婚晚生 内政部统计 一人家户的独活组 在2022年已经来到了322万户 影响卖房的趋势 房仲表示 现在不到25平的两房小宅正夯 今年第一季 全国小宅产品交易占比 大约是41.9% 相当于每五笔交易当中 就有两笔是小宅 直播专家也提醒 无论是自住或是投资 买小宅还是有很多的美尬 要注意 下班后回到家瞬间放松 室内温暖淡绿色调 让人觉得很温馨 倒杯水 客厅小沙发 窝着办公休息 旁边就是厨房 不到20平大的空间 这是36岁魏先生 最温暖的家 我那时候找房子 大概找了五年 真的不夸张 我看了五年 五年大概看了上百间 但这个房子是我真的一进来 第一眼就觉得 哇 它是我的房子 因为一个人住 一房一厅格局 够用就好 魏先生决定入手 这间位在新北市中和 一千万的小宅 全壮二十一坪 实际十四多坪 麻雀虽小 应有尽有 头期付了蛮多的 头期付了六百 对 目前大概剩四百左右 你有没有想过说就是 假设你接下来 可能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住 那这个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空间 就算是比较小一点 就不够了 所以就是今天要买房子的人 就是一开始就是牙一咬 就买个两房吧 两房空间真的会比较好运用 就即便你把另外一房 当作储藏室 或是甚至比如说 家人来啊或朋友来啊 都可以有一个暂时 可以居住的地方 考量预算和使用空间规划 再加上居住环境 权衡之下决定买小宅 其实像卫先生这样一人加户的独火族 案例还真不少 内政部调查显示 全台独火族2022年 已经达到322万户 年增百分之2.8 六都当中以新北市人数最多 61.5万 其次是高雄42.9万 台北41.3万 跟上一年相比增加最多的是台中市 年增百分之4.1 桃园市跟台南市 各增加百分之3.7 和百分之3 也因此带动小宅成交量 跟着提高 不婚啊晚婚啊 这样的比例蛮高的 再加上像失婚啊 这样的比例高的情况之下呢 单独生活的人口增加 那也就是因为单独生活呢 他对于住宅的需求空间平数 不会需要这么大 因为小宅他的总价相对亲民 所以对于购物人来说 他是好入手的 而且现在来说银行端 他愿意在15平以上的这种小宅 他愿意放款的态度上 会比较宽松一些 小宅有多好 看数据就知道 房仲业者统计 今年第一季 全国小宅产品交易占比 大约41.9% 相当于每五笔交易当中 有两笔是总面积 低于25平的小宅 根据统计六都第一季 五大少宅交易热区 第一名就是在桃园的桃园区 交易比数来到了五百多笔 那接着第二名是新北的淡水 第三名是新北板桥 第四名又是桃园的中立区 第五名则是台北市中山区 桃园因为最近这几年 重化学组建成熟 也越来越多人脱北 要往桃园来移居 在这几年也发现非常多的年轻人 他们脱北之后 会希望早一点独立门户 除了人口区分布统计更发现 女性独活人数比男性多 主要原因是经济越来越独立自主 寿命也比较长 让女性更愿意在婚前先规划房产 所以除了自用客户 她愿意接受这样的产品之外 那你会发现有一些投资客 那他们可能也会买 价格亦低自然更吸引人 但无论是自住或当包租公包租婆 想买小宅 房仲业者提醒可不能只看价格 还有很多Mega要注意 对于银行来说 如果你是在十五坪以下的物件 它就会视为是比较难转手的物件 那在贷款的过程当中呢 售限就比较多 包括可能你的乘数呢 可能只能七成 你今天的房子如果是十五坪 你只能带到七成 但是我刚好跨了那个门槛到十六坪 你可以带到八成 除了坪数影响贷款乘数 未来如果要转卖 包含附近地段 周遭环境机能 社区管理是否完善 也都得审慎评估 同时内部空间规划 是否符合自身需求也很重要 为了推小宅建案 很多建商会把小坪数空间 规划成好几房 让民众误以为买到赚到 其实根本不符合实际使用需要 专家表示 就算不是自助租给别人 房东关心的租金投报率也不会太高 目前看起来 如果市场上比较实用 而且租金投报率高的产品 还是属于那种隔套的产品 包括说它原本就是透天的房型 小宅总价低固然吸引人 带满房前可得睁大眼睛看仔细 评估自身需求 毕竟魔鬼藏在细节里 可别省了小钱却花更多冤枉钱 不要来看看 怎么为了炒房 竟然有人刻意的登陆过高的实价资讯呢 最近在台南 房屋实价登陆 就出现了一瓶将近70万 远超出行情的单价震惊市场 依证局主动查证 发现的是面积申报有误 导致单价变高 遭到市府开罚 台积电设厂让台南房价文机起舞 但没想到有人为了炒房 登陆错误实价资讯 如今遭到市府开罚 台南市政府官网公告 善化区实价登陆 出现每瓶近70万元 远远超过行情的单价资讯 这也不是头一遭 过去台南就曾开出80多件 类似的裁处书 问题是出在预期申报 价格还有面积申报错误 其中建商没有把车位的面积 寄入总面积 以至于算出来的交易单价不正常的高 那么我们会请业者来陈述意见 陆续依照情节的轻重予以财罚 避免因为不正常的交易价格 而影响市场的交易秩序 政府打击桥房出招 加上半导体设厂光环退烧 也让交易量值值落 看看六月买卖移转动数 六都合计两万零六百七十八栋 年月双减创下三年新低 其中高雄台南成为重灾区 分别年减百分之七和二十五 创下近六年新低 南二都的这种移转的一个衰退的状况 其实是比中部跟北部地区来的更明显一点 那价格的部分主要因为 现在造价还是比较偏高 那低价也没有一个修正的趋势 那不过市场上在追价乏力的状况之下 其实价格没有太大一个表现空间 那甚至可能有一些短期实在是 房价涨太多的一个区域 其实它价格上 其实是会相对比较有压力一点 平均地权条例上路之后 预售屋解约需要申报登陆 让短线炒作的投机客首当其冲 专家表示整体房市将回归自助需求 台北市的天母豪宅多 不过实价登陆 资料显示 有一栋的豪宅建案 不止没有案名 整个社区也从未公开销售 目前是只租不售 背后的大咖建商曝光 是海霸王集团旗下的庄严建设 跟地主合建了这栋 无名豪宅 在我后方这栋 是堪称天母最神秘的豪宅 因为没有案名 此被在地人称之为 无名豪宅 虽然现在至今这庄建案 还没有对外销售 但是已经有部分的物件 陆续出租 正对面就是阳明医院 中医街上这栋抢眼的建筑 由大师李天夺操刀设计 实价登陆显示 有一户约90平 月租旧要22万元 换算单平租金 要两千四百多元 集团性质的话 你因为他这个背景的这个资金 当然就相对比较雄厚 所以他可以做这样子 只住不瘦的这样子一个财务规划 那相对于一些中小型建商 他可能比较着重于 在这个财务杠杆的能力 边建边售 背后建商大有来头 是由海霸王集团旗下庄严建设 与地主合建的豪宅 屋林约八年 只有二十户属于大坪数 未来其他户数是否规划 对外销售 建商并没有证实 不过大多的豪宅租建 也不是有钱就租得到 基本上他们都是以外商公司为主 名片上面一定都会写 然后再来就是也会打去公司 最主要是在意的是 乘租人他们的公司是什么背景 对因为如果只是小公司 比如说是新创公司 那屋主就不太会租 因为怕你缴不出钱来 顶级豪宅的屋主会慎选租客 就是希望有人照顾房子 多数要求国际企业或是上市櫃公司 高阶主管 若是家庭客 还会了解家中的孩子 是否就读国际学校或私校 甚至有的屋主还会要求厌存 折开现金支票 天母性不少政商名流富豪张聪元的家族 曾砸下近七亿元一口气打包天母 西路一到五层楼的豪宅 后来才部分转手卖出 另外何硕董事长佟子贤 藝人彭于晏富邦蔡明中 也争相在天母制产 在名人和富豪效应下天母豪宅 话题性十足 三立新闻徐国恒李文科 台北报导 而近期在脸书上出现了一整洞的透天错疑似 增建在中古华夏顶楼的奇景 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 但是这一栋其实是法院认证的合法建筑 而且前后屋主大有来头 前任屋主是一代妖姬崔台金 而现任的屋主则是艺人王大陆 门前摆个堂椅 旁边还看得到喝完的酒瓶 露台空间极度宽敞 但仔细一看这栋透天别墅 居然位在大楼的屋顶上 黑色的透天错 就这样盖在七层楼的屋顶上头 而且屋主大有来头 现在是一人王大陆的家 而前一手屋主是一代妖姬崔台金 名人住家真的有满满的大平台 这里就位在台北市大安区的名人像 附近大多是像这样四十多年的老房子 传出王大陆和他父亲王台庆 三年前合资约一点三亿元 买下这栋楼中楼 不过这样的物件合法吗 专家表示合不合法的关键是在当初崔台金和建商签了一份分管契约 因为一般来说顶楼是属于共用部分 原则上开放给所有住户使用 但是如果公寓大厦规约或是分管契约当中 规定为专用 就不在此线 像我们常见的一楼的花园户或是露台户 那这个就叫做约定专用 那约定公用的部分则是刚好相反 他指的就是可能在社区内有某一项专有部分 然后透过上述的方式来约定给全体住户使用 像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警卫室啊 一楼七楼都是属于这样的情形 老屋楼顶长出透天 加上有名人居住加持 居民人见怪不怪 特殊街景引发网友热议也再度成为讨论话题 至于这个标题辣一点就会多看一眼吗 这是南投草屯临近台株市 近两年新建案不少 最近就出现这张藏小三的售屋广告 一房一厅一味卖四百九十八万 据说是以前曾经有房仲成交过房屋 买方用来金屋藏交 如今建商才想出用这样的点子来行销 广告贴出引发话题 南投草屯镇新建案如雨后纯损 小蜜蜂售的小广告比谁标题够辣 左下斗大的字藏小三 一房一厅一味稀有事出卖四百九十八万元 可以吸引到别人的目光 有可能刚刚开始的事情是好奇心吧 对啊 如果好奇心过 就也是要回归基本面 屋龄价钱最重要的 有特殊性 事实上真的有 藏小三才买这一种的 越来越多 买屋用来金屋藏交吗 小套房多是大楼管理一般人 需靠此扣才进的去 具有隐秘性 询问度不低 南投县草屯虽非六多的蛋白区 但应有国道三号和中头公路通往台中 近几年来房价攀升 房屋物件多 房仲未卖出手上物件卯足全景 没有女生会在六块腹肌跟六间房子之间 选六块肌的 所以别去健身了努力工作赚钱吧 为什么阔羽和蝸牛只差一个壳 可爱程度差那么多 逃离公婆 恶灵古堡等等 当初屏东这间名为恶灵古堡的透天措 在脸书引发议论 开价188万元 废弃物堆满大门 落地窗破碎 房仲说房屋需整理 开价才会比较低 这年头要卖房比实力也比吸人眼球 三十五块南投报道 台湾在机械 电子以及设计方面 拥有强大的实力 我们就要来看看 这个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抽油烟机 其实也有一家国内的龙头企业在做 如今二代接班之后 不光是重塑企业文化剔除漏袭 同时他们还改造了产线加强研发 让品项更有竞争力 目前除了将触角延伸至欧美地区 未来他们还要挑战四倍应收的目标 疫情影响让居家料理成为新一波生活趋势 连带也拉抬厨具产业销量暴增 它是台湾最大抽油烟机出口商总经理陈伯仓 能够赶上这一波商机 将每周三四个货柜出货量成长六倍 让MIT成为国际市场抢手货 关键权载 提前主导 传产转型 改以设计为重心 终于让台湾制造 不再只有代工 自由品牌 也能在海外占有一邪之地 早期的油烟机就是风量很大 可是声音也会跟着变大 所以我们就开发高风量 但是是低噪音的油烟机 我们降低了整个吸烟的一个距离 每年外销超过二十万台 营收有机会挑战十亿大关 这是陈伯仓花了二十二年努力得来的成果 这些都是我们早期的一个明星商品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还在销售 那早期的非常注重这个功能 尤其像我们这一台 它有分成三个方式的一个抽风口 那为什么 因为早期的天花板并不一定有孔 所以在左右两边 将近半世纪前 陈育仁与三位股东 共同创立抽油烟机事业 一路走来稳健发展 二十多年前 陈育仁长子陈伯仓 开始进入公司熟悉运作模式 但没想到除了父亲之外 其余股东联手排挤 没有职务 没有负责项目 抵制意图毫不掩饰 我们工厂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家族事业 这些亲戚 他们其实都各 我坦白讲 那时候都各占据三头了 整整蹲了十年 其实十年 为什么 要回来没有人去教我 所以我的学习理论 都是线上的那一些 那些阿桑 我看他在做什么他帮我帮我帮 苦衷十年 碰上大环境改变 陈伯仓注意到 台湾抽油烟机事业 开始从高峰慢慢往下滑 从我接手之前的那一个年代 我们其实都是单纯的组装而已 所有油烟机的生产技术 都不在我们工厂里面 因为我们都发包了 我们虽然是开发 可是我们的发包都还没做 早期的这一些长辈们 他认为说 我们公司都做组装就好了 何必要往上游走 那要推 推不动 就会造成很多的碰壁 所以我自己控制不到 我也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所谓的生产成本 这一件事情 人谋不脏 就算陈伯仓知道 可以透过製程压低成本 但外包厂商 基于自身利益不愿让步 产品价格当然居高不下 市占率节节衰退 经营危机一触即发 直到解决方法 却苦于无处可施 陈伯仓的焦虑 一直到爷爷过世后才有转机 08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刚好爷爷过世 所以我们有做一个分家 当时在谈判的 我们叫 我的已经都叫谈判了 其实他们已经也没有给我 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我们必须要全力承担 这些所有的他们的股权 分家之后我就借总经理 所以所有的旧的股东都退出了 其实我的路线变得很大 很宽了 额外筹资4亿 买回其他股权 陈伯仓顺利接任总经理 首要目标 开始替品牌重新定位 希望能以功能性打入海外市场 情境灯光模组 加上静音马达 新设计获得市场肯定 结合台湾制造与欧美品牌 平均有15%的价格优势 转型后的传产工厂 成为欧美 意大利 以及韩国品牌的 重要合作伙伴 比我现在的品项 超过400款的品项 你如果每一个消费者 他喜欢哪一种 我说什么都有 什么都可以选 能够继续生成在台湾 其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 回顾转型过程 陈伯仓认为 成功关键在于建立制度 尤其是大刀阔斧 挥向体系内的老臣与亲戚 改掉内部坏习惯 这才让企业顺利度过分家为基 我建立了制度 我不是让这家公司 变成是一个家族事业 采购呢 永远都审固跟固定一家买 那为什么不能跟别家买 那因为说我们跟他 那关系比较好 那比家也不能比 我们的供应商都过得比我们还好 我们都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后来都直接不去谈了 我直接都找新的供应商 然后直接告诉他 我料的价格 大概都少了大概30% 从源头降低生产成本后 陈伯仓接着将改革重点 转移到产能部分 早年国外毕业 刚回台湾时 第一份工作 是到百货公司当企划 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 动线规划 贵位安排 消费者行走路线 在在都会影响整体业绩 因此一回到工厂 陈伯仓立刻将百货哲学 引进生产产线 他相信员工做得顺手 产能自然就会提升 很多做工厂经营的人 他们都不大喜欢 动公司的生产设备 老一辈的人 他们都觉得 那个生产设备 动就很麻烦 不是我不一样 因为是人在作业 今天你的产品 10年前跟10年后不大一样 设备就是要换 换的话都是一个大工程 可能你的动线 就要跟着换 求新求变 拒绝莫守成规 接班11年 陈伯仓让年营收不到2亿的 本土传产成长4倍 未来持续加强科技与工业结合 台湾企业大有可为 今天的主播到你家 我们要来到知名网路团购主 渔夫渔妇的猫奴宅 幽默风趣又爱笑的佳佳阿如夫妻 一起打拼事业 不但开设了Podcast频道 累积一票粉丝 更把网路团购经营得有声有色 三年前 他们在新北树林 以一瓶39万的价格 买下全壮57瓶 室内40瓶的新房子 为了家中的三个宝贝儿子 三只爱猫 更花了近500万 装潢成漂亮耐用 又方便打扫的亲子宠物宅 还设计出了一个下城式的大客厅 超级适合小朋友 有三个小孩 跟三只猫的家一定很热闹 我们赶快去看看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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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终于来到你们家了 大家赶快来看 这就是传说中的下城式客厅 到底什么是下城式客厅 来你解释一下 帮我们解释一下 你解释一下 下城式客厅 干嘛干嘛 紧张吗 你解释一下 什么是下城式客厅 下城式客厅 下城式客厅 怎么了 不太是说整个好像连在一起 这样 就像传统式的可能就是摆沙发 或者什么茶几 这么无聊 那我们可以进来看看 可以可以可以 迫不及待想要进去 欸真的很像那种小朋友的球池啊 还是什么 泡温泉 对 欸其实人家说泡脚池 泡脚池 对 放水啊 然后放那个脚皮的小鱼啊 但这边应该是不能放水啦 对 对 这边其实是可以放沙发 嗯 对 如果说它可以在四周都可以做之外 这个垫子 是不是还可以拿下来 放在中间 对 它如果全部拼下去 就会变成一张密合的大床 哦 所以像小朋友 周末的时候 他们都会睡客厅 然后看电影 哦 好温馨哦 你们家有为猫咪做很多 他们的设计对不对 对 对 可不可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这样子 好 那等我 哈哈哈哈 我们 我们 我们的那个 电视墙 嗯 主要其实就是给猫咪的猫走到 哦 所以它 其实是从这边 上去 然后它就会这样 而且我们 幫它做了这个 指滑的 然后一路上去到这边 很难占位置哦 然后到这边 这边就可以下来 是一个 然后这边也是猫走到 所以这边是透明的嘛 在他们走过去的时候 就会看到他们的脚掌 哦 所以他们才会趴在这边 对对对对 因为大部分人 他们只会看到的是 这个猫墙 因为最像嘛 就最明显 对 但其实我们就是做 整面 整面的 两面啦 几乎是两面 对 而且还结合电视墙 对 对啊 因为这样就不会 牺牲掉这个空间 就是它不会断在这边 很可惜 然后一路跑到这边 然后平常都窝在那里面 白天如果有陌生人 或者是小朋友 比较多的时候 他们就会比较在 高一点小朋友 弄不到的地方 哦 小朋友平常跟他们 是和平相处吗 嗯 看心情 看心情 好 再来还要介绍一下 我觉得你们家真的很疗愈耶 就不只有养猫 还有养鱼哦 而且这个鱼 是海水鱼 对对 海水鱼 你们是先养鱼再养猫 还是先养猫再养鱼 我们是先养 搞不清楚 因为我们在搬来这个家之前 其实猫就跟着我们了 但是在前一个家 我们是租屋嘛 对 我们也有养鱼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是算是同时啦 嗯 但就有点忙不过来是真的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鱼缸 这多长啊 9尺 9尺 所以 270 哇 所以当初是进不了电梯 是来这边一片一片黏的 那其实这个也是你们家的 算财位 对不对 就是进门的对手线这样 对对 摆这么大一个 很赚哦 毕竟都附了500出去了嘛 这张是你们的 算是大书桌嘛 对对 你看大概就是这样子 平常我在忙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来蹭 一直来蹭 你看装盲装盲 那你们平常录podcast 就是在这边录吗 嗯 没错 真的哦 我们设备在下面 拿上来就可以录影了 你要拿上来吧 所以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你们平常在录影那样子 可以嫁一下 可以嫁一下 大家好 我们是渔夫渔妇 我是渔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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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开始咯 还有我觉得你们家的地板啊 真的是我很想要特别介绍一下 真的哦 是不是因为材质的关系 就是对 我很想问你们说 这到底是用什么材质去做出来的这样 因为它跟一般我们看到 比如说超纳膜地板啊 木地板都不一样 而且它是无缝的地板 对 当初我们是把那个瓷砖打掉了 然后它直接是铺水泥 不过在水泥之前 它有什么抗裂层啊 什么一大堆层 大概六七层吧 所以它其实铺起来是水泥啦 因为它是无缝地平 所以我们光是地板 大概就用了一个礼拜 因为它每一道刷完要等它干 而且这样的地板 真的很适合养猫咪啊 还有小朋友真的爬来爬去都OK这样 对 因为很好清 它不会卡脏啦 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是 每天开扫地机器人 HELLO 那接下来看一看佳佳跟阿如 帮小朋友准备的小孩房啦 你们家的小孩房真的很 我觉得很温馨 很可爱啊 真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喔 你看他们多舒服啊 这个感觉使用到现在满不满意 满意喔 那哥哥呢 你会从门那边偷看他们睡着了没吗 还是就不管他们 那都直接闯进来 你们睡醒会不会在那边聊天 会会 那你们聊什么 聊什么 很用心耶 你看这边 然后 然后哥哥的床也是这样子 然后还做一个高低落差这样子 因为台湾比较少 就是小孩房会做的 比较有特色嘛 就是大部分都是上下层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就是不要这么一般 但是因为我看了很多 多半就是因为空间还是有 有局限 所以我们就做成L型 可是L型如果又是同一个高度的话 又不是这么的有趣 所以就把它做成上下的高度 但是因为这有一个问题是 像你看下面这个是窗嘛 其实这边是一个大窗 对 那大窗我们如果卡在这边 我们就会有坠落的危险的问题 所以当初才也是用就是客制化的百叶 直接让床压住百叶 它就打不开 它顶多只能够手伸进去 把窗户打开 而且它又可以这样调光 它又可以这样调 对 好用心喔 对就是变成说你要有趣 可是你还是要顾到安全 今天来到你们家真的觉得很温馨 然后好可爱喔 然后到处都觉得是很实用的装潢 对 所以想要帮观众朋友们问一下 如果家里面也是想要装潢那种 亲子宅啦 然后宠物宅啊 农咪宅 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建议这样子 在装潢上我觉得是提早规划 对因为我们像一家五口 东西是蛮多的 对 所以通常我们就是先把那个收纳规划好 因为其实我们都不喜欢 就桌上啊桌面上柜子上放很多东西 所以像这个沙发下面的都是抽屉 然后 这边整圈的 就不会看起来那么软 对 那阿鲁爸爸呢 主器 就是猫咪的部分是因为这些都 一开始规划好才不会 拼拼凑凑这样子 拼拼凑凑也可以啦 但就有点可惜 就没有办法有一提 后面要再加进来就会乱掉 对而且像我们的电视墙的那个猫走道 它其实有考虑沉重的问题 所以它没有办法是盯上去 它要直接包进去做 所以它才不会比如说猫咪 假设你家真的养一只很爱吃的 爬爬爬就突然断掉 那就不行 所以这种都要提前的画好 然后或者你要跟你的设计师讨论好 才有办法 那至于鱼缸也是啊 因为我们的鱼缸 它下面是要藏一些过滤的器材 这种东西外露就很丑 嗯 没错 对所以我自己是蛮追求要家里干净跟好看 那你就必须要把很多东西藏起来 没错 那藏起来你就得要有规划藏起来的地方 那种东西就是你既然弄下去了 你如果后面要再加 那一定是露出来的 是所以看起来视线上都是非常干净 对这样 五百万的装滑花得非常在吃饱 好今天非常谢谢你们的分享 主播到你家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一年前的台湾比较富贵的家族 都会在房屋上装饰美丽的花砖 诉说那个时代的历史故事 但如今随着老屋凋零都市更新 台湾老花砖正在快速的消失 不过在嘉义有一位文史工作者 多年来致力于保存这些老花砖 他在一个又一个老屋拆除的现场 抢救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将花砖重新赋予新的生命 如今不只被美术馆和饭店使用 更获选为台湾的外交礼品 复兴了台湾的花砖文化 小仔缤纷犹如万花筒般花样千变万画 这些都是台湾老屋当中特有的一方风景 台湾的花砖呢 它其实每一片都有跟国外不太一样 因为每一片花砖 我们在应用的时候都带点祝福 有点像这一片花砖 像在建筑上就永恒的爱 每一片都有他自己的很漂亮的意囊 跟我们分享每一片花砖 为房屋镶嵌的吉祥寓意 还有各自的专属故事 他是花砖博物馆的馆长徐嘉宾 其实他的身份很斜杠 独理工出身 平时在竹科做半导体研发 明明从事高科技产业 却独独钟爱老花砖 这花砖在一百年前是 它比土地还要贵 它是最有钱人在用的 所以你把花砖箱在你建筑上面 就代表你可以受到人家的肯定 因为你功成名就 花砖在现代的装潢应用 不算少见 在过去更是象征着身份地位 也是富贵人家最时髦的炫富装潢 不过翻开记录却意外发现 台湾生产使用花砖的时间 只有1915到1935短短的二十年间 这项工艺从此消失 因为时代的变迁 这种东西就台湾目前来讲没有 然后一些老房子一直拆 一直拆 所以拆的结果当然就越来越少 就变成虚油品 那嘉义它其实有六千多栋木构造建筑 所以嘉义的花砖一定跟木构造房子 结合在一起 这也是嘉义最大的特色 徐嘉宾二十多年来穿梭 在各个即将拆除的老屋间 抢救这些近乎绝迹的花砖 苦笑自称自己是看过最多拆房子的人 他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存在 因为它的木构造的整个架构是非常漂亮 非常独特的 那木构造又跟花砖结合在一起 这其实在台湾不多 那它拆掉之后就是 这样木构造跟花砖又这种建筑结构 就再也很难道 说起老建筑凋零 徐嘉宾语气锐带遗憾 当初会开始保存台湾的老花砖 同样也是因为这份遗憾 其实台湾的花砖建筑从一百多年的 大概有七八千栋 现在大概每个月会有三栋到四栋的拆除 经过我们统计大概只剩下五六百栋 其实它拆除的速度其实越来越快 纵使请尽全力抢救花砖的步伐 也远不及老屋拆除或都市更新的速度 徐嘉宾转个念有了新的想法 如果文化只是保存的话 它其实终究还是会消失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文化可以走入 像一百年前的花砖走入到人们的生活里面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一代里面 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花砖文化 于是他开始复兴花砖的行动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 但现实却不如理想般美好 因为他发现花砖的命运 竟然是因为一场战争 从此改写 1935年之后进入到太平洋战争 那太平洋战争因为这花砖是奢侈品 所以相继的欧洲停产 日本停产 台湾停产 那全世界全部都停产 所以花砖就从此就消失了 因为二战爆发 花砖的制作技术 材料 人才全都失传 面对中间的断层 还得让花砖能够稳定生产 同时符合现代法规 一个个困难都得一一克服 对于新时代来讲 其实它需要科技的辅助 让这件古老的艺术 变得跟现代化一样 那其实还是要 还是要利用新的科具 去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有 我们有对这项新的妇科 去设计它的整个机器跟设备 去协助做这样的事情 全神贯注的为花砖上色 耗时近五年 终于成功复刻花砖 我们希望就是 花砖可以结合台湾的意象 例如台湾的特有原生种蝴蝶兰 或黑面皮鹿 或者是石虎 然后把它用这些元素放入到花砖 然后去外销到世界 这些结合台味的花砖 还曾经获选台湾外交礼品 像国际行销 台湾文化 其实在总统府或者外交部 它其实送给贵宾 它就是一个常送的礼物 因为花砖其实 它代表台湾精致的一个 手工的文化 那第二个就是 台湾的花砖会送到国外去 是因为跟国外 比较做一个很好的连结 再生的花砖 甚至进到了饭店美术馆等等 成了最吸睛的装潢 设计师会尽量把这些手工的花砖 用在比较显眼的地方 比较强眼变成一个世界的主题 希望博物馆是一个开始的起点 大家可以来这边绝取文化 然后在各个产业可以散开 那希望有朝一日 花砖也可以变成一个代表台湾的文化 这是我们想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目前生产的花砖 已经可以稳定生产 也外销到世界各地 徐嘉宾成功用自己的方式 重新诠释百年前的花砖文化 在坟墓附近的房子 一般人都会认为说 会影响到风水有所忌讳 甚至有可能因为太过临近福地 影响到房价 但是跟坟墓当邻居 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我们来听听风水老师这么说 指南针 谁 老师 是我 我的指南针丢到你了 不好意思 老师 我不是来踢馆的啦 我是要问你说 就是我们一般人买房看房的时候 周边有坟墓都会担心 会不会有风水上的问题 一般来说大家都会忌讳啦 但在我的奇门盾甲里面 大家请不用担心 你家周围是坟墓 并不是这么的影响这么大 因为我更重视内格局 就是家里面的摆设 那老师今天要带我们去看一个 社区的风水 听说这边原本都是坟墓 对 没有错 所以大家请不要自己下自己 不用担心 住在这边的人也活得好好的 对吧 走 Let's go 今天我们跟着黄涛老师 来到台北市的南港区 这一带早期都是墓地 在1994年才陆续牵幕开拓 成了公园也成了社区 老师像这样子的风水设置 在中庭其实不常见 不常见 而且尤其是 这个有点年代的房子更是少见 我听说就是这一块地方 是台北能量市场很强的地方 是为什么呢 在我看来 从这段房子设出去 是不是好像一个所谓的 反攻煞的气进来 对 它这其实也是一个保护层 把这个气把它散开来 它就化成 也是加分的 马路就是以前的水 就是气来的地方 所以它其实是一气喝成 老师你说刚刚那个圆柱 是有风水设置的效果 那其实旁边好像还有一个太极 那是有什么意思吗 一样的逻辑 在我的齐门顿甲里面 有分大太极跟小太极 也就是外太极跟内太极 那也就是阴阳的这种 感觉就是一对 就是阴加阳力量是更强大的 而且你要看 你要整个从空拍机上去看 或是Google地图去看 它的这个太极在这个社区 是不是在正中心点 那就对了 核心的地方也要设个正 这才是关键 就像你们家每个人家 都有一个真正最好的 那一个工位 我们把这块土地切球工格 一定都有一格是第一名的 那就要把它第一名的力量 提升到最高 尽量提到最高 整个家的气场一定都会好 老师这个就是刚刚你提到的 太极广场是不是 没错 这就是刚刚外面提到的小太极 那你看这太极点的后面的靠山 是不是把它包紧紧的 是是是 它反而是前面空空的嘛 这是标准的一个局啊 什么局 你今天不管是公墓 还是是 你要土葬还是买房子 人家不是都说被要有靠吗 你看这个太极的靠 是不是都把用到这边来了 是 就是太极镇 这一点是大大的加分 这周围是不是植物 特别的茂密 有发现吗 对不对为什么 这里就是我说的核心点 气场最好的地方 所以在这边其实是很舒服的 老师所以你说像这个社区 就算靠近坟墓 或者是原本是坟墓 但是它有这些风水设置 再加上这个地方的能量磁场 本来就是比较强 所以其实住人也不需要担心 是不是 我坦白说啦 这是我个人而已 就算你没有去用这些风水布局 你还是可以住 因为我更重视内格局 只有这些大太极 小太极的布局 是让整体分数更加分 包养品的概念啦 所以不管有没有这些 都可以住 里面布局的好 才是真正的关键 老师所以你就是建议 我们在家里可以放皮修 或者是八卦这样子 皮修就是你可以去挑 你喜欢的花纹 手工的花纹的皮修 或者是麒麟 那当然我刚刚说了 你可以站在住家的中心点 拿出手机 东北方在哪边 东北方就是奇门顿甲中的森门 森门就是 最有人生就生根死 生气蘋果的地方 那其实也是财的一种 就让你身体更健康啊 身材 身体 生育 都跟那个东北方有关 就可以买这些东西 放在那个地方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多建议 那观众朋友就可以学起来咯 那我们好风水好日子 大家再见 拜拜 今天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房产资讯 您是不是也想跟我们分享 家里的好宅呢 可以到我们好宅 超商门的脸书 粉丝专页 私讯小编投稿 那么也许 下一集的主播到您家 有机会到您家 来拜访哦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琼芳 我们再会